2023最新悬疑美剧《黄环相扣》今日上映 由饥饿游戏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指导 国土安全女主克莱尔丹尼斯主演 揭开一起阴差阳错的绑架案件背后的隐秘 漆黑的纽约街头 男人的生命被蒙面人无情地夺走 同时他身上的大量现金也一同消失了 男人正是帮派老大马哈的姐夫 这个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整个家族陷入了深深的哀痛无助之中 葬礼结束后 马哈没有选择去追寻杀死姐夫的凶手 而是前往一个老巫师那寻求解除家族所承受的诅咒 马哈原本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 可他的丈夫和亲人陆续一个个死去 老巫师听完他的诉说后 告诉马哈有人能扭转他家族的命运 但需要他完全按对方的要求完成一些步骤 接着递给了他一张照片 找到照片上面的男孩是第一步 男孩名叫贾力 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 父母都是大公司的高管 这天贾力和父亲瑞克在运动场做棒球练习时 有个男孩在远处悄悄观望 待贾力练习完后 他发现自己的手机和背包找到 而偷走他背包的正是那个男孩 男孩回到位于贫民窟废弃工厂的住所 开始查看贾力包里的物品 而他屋子的墙壁上贴满了贾力一家人的照片 马哈回到帮派后 让他的手下从老家安排两个之根之底的年轻人来纽约办这事 按摩施纳塔的弟弟路易和好友则为不远万里来到纽约 护照被收走后被迫加入了帮派 两人安排了一场入帮测试 给一个欠钱的残疾人注射药物 来伪装成服药过量致死 路易动手失锁了 全靠泽薇独自解决了对方 路易回家后责怪姐姐把他们变成了杀人犯 虽然他没有动手但也要承担责任 此时一个女佛伯乐悄悄找到了泽薇 说街角有个摄像头拍下了他把残疾人推进角落的一幕 断定他与死者有关 不过并没有将泽薇抓捕而是给了他一张名片 让他成为自己在帮派的县人 老巫师戴马哈见了一个老头 说对方就是能改变他家族命运的人 老人说必须在明晚凌晨1点11分 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一个圆圈内杀死照片中的男孩 他也会在公园里确保事情不偏离计划 按摩师那塔偷听到了他们的计划 找到弟弟路易商议后决定想办法拯救男孩 并从针酒馆偷了一个假人戴上假发 让路易晚上到公园后联系他 行动前则薇本想告诉女佛伯乐消息 可刚说完公园地址就差点被发现 情急之下他把名片扔在了床下 夜晚贾力收到了拿走他手机男孩的电话 他悄悄瞒着外婆溜出了家 却不知门口面包车里几人正盯着他 珊姆和丈夫瑞克参加晚宴回到家后 看到儿子似乎已经入睡 这时电话响起 珊姆看到来电显示是儿子的电话 还以为是捡到手机的好心人 却不料对方说绑架了他的儿子贾力 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就会杀了他 珊姆立即冲到了儿子房间 发现被子里是几个枕头 儿子果然不见了 瑞克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可电话那头让他们准备 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元的赎金 两人奇怪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绑匪却说让他问他的岳父 他的大西洋赌场信用额度是多少 很快珊姆的父亲就接到了女儿女婿的电话 和其友告别后匆匆赶回了家 却不知和他下棋的老头就是幕后黑手 B家人聚集乱作一团 为了孩子性命他们不敢报警 珊姆的父亲也不知道 为什么绑匪对他能取出的现金数量如此清楚 绑匪又来电告诉他们交赎金的方式 让瑞克一个人把钱送到指定地点等下一步消息 只要发现有其他人或者警方跟踪 就会把他儿子撕票 电话刚挂断突然房门打开 进来的竟然是贾力 在逼问下儿子说出了晚上的经历 当他和那个男孩碰面后 发现对方穿着和他一样的连帽衫 很喜欢他的自行车就骑了一下 可不久后驶来一辆货车 冲出来几个人把男孩塞进了车里了 贾力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认为歹徒的目标可能是自己 只要对方再早来两分钟 被抓走的就是自己了 他只知道男孩的名字叫尼基 其他的情况也一概不知 没多久劫匪又来电催促 听到他们似乎不愿意给钱 直接用钳子将男孩的手指夹断拍下视频发给了他们 看到残忍的画面众人惊呆了 男孩在电话里痛哭求他们按绑匪说的去做 最后说了句打电话给查理斯 可众人面面相许 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查理斯 劫匪再次重申 一晚上赶到指定地点 如果在凌晨1点11分之前没有拿到钱 那他们的儿子就死定了 而此时的华盛顿广场公园 一个老人用化线粉在公园中央画了一个圆圈 如果是你 你会为救陌生的男孩去交这笔赎金吗